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今天的Medro编码基础网络研讨会,我是本次课程的主讲人高庆祝,那么帮助我们管理本次网络研讨会的是朱丽玲老师,我们都任职于Medro维护和支持服务组织,英文简称MSO,负责Medro在中国的培训和咨询工作。 在我们两个照片中间呢,是我们的MedroMSO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面我们会定期发布最新的课程安排以及常见的问题解答,建议大家关注这个公众号随时获取最新的信息。 那本次课程内容讲解大概是一个半小时,主要内容讲解结束以后呢,会在最后的阶段为大家集中几大问题,那我们可以使用页面上微语答功能进行提问。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不要提问如何编码这样的问题哈。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个网页浏览器的一个临时的培训专用账号和密码,因为我们在最后半段呢,是希望大家能够使用网络的,使用这个Medro浏览器,我们一起去做一些简单的编码工作。 如果我们还没有下载桌面浏览器的话,我们是提供了一张一个临时的网络浏览器登录账号和密码。 这个密码呢,只能只是在本周内有效,专门供我们这个网络培训使用。 所以请大家呢,不要对外分享。 那现在也可以把这个账号大家记一下啊,拍个照片记一下,我们稍后可以用一下。 嗯,我们这个参加网络培训,网络研讨会呢,是可以获得参会证书的。 嗯,但是前提是,呃,至少我们要全程参加直播才能获得证书。呃,直播结束以后呢,两天之后,呃,我们再到,呃,自助服务工具你去下载。 因为我们上传证书,它是需要时间的啊。 嗯,全程参加直播,看这个直播可以获得证书。 但是说,如果说你是跟其他同事一起去看这个直播呢,那这个没有注册我们的会议是不能拿到证书的。 啊,因为我们只有是,只能为,呃,你在这个我们的网站上用邮箱注册了啊,我们有这样的记录,那我们会为你提供证书。 所以说你跟同事一起看啊,或者是说看我们的,呃,在网络上这个回放都是没有证书的,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们的培训课程呢,会定期更新在官网上面,进入到我们的官网主页,这个medro.org,上面有一排蓝色的这个菜单栏,在train下面有一个, training materials,那点击这个training materials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主题的这个,呃,就是课件, 还有它的视频,那么我们可以定期去看下载这个课件,那我们在后面这个视频这块呢, 给的是一个腾讯视频链接,因为我们在,呃,对于我们中国用户来说,用腾讯视频看可能会更方便一点, 所以当我们这个,呃,课程结束以后,呃,录像没有什么问题,就会把我们这个课程呢,上传到腾讯视频, 我们的腾讯视频里面,输入这个medro,啊,然后关注这个用户,都能看到我们网期的这些视频课程啊。 那这个是提示大家如何提问,在我们页面下,右下角的话,有一个问语答功能, 我们把问题呢,呃,从,从,通过这个,这个这里面去提交,啊, 那如果,我是说如果,呃,我在最后一个阶段呢,没有机会,没有时间来回答您的问题呢, 也不要着急,呃,所有的问题都会在会后通过邮件的形式发送给您, 那我们还会,我尽量是说在我们这个整个的直播过程中呢,解答您的所有问题。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片子,哈,这个片子很长,主要讲的是medro和ISH的关系, 那么这个片子上有三个要点,大家记住就行了,第一个是人用药品, 技术要求国际,呃,技术要求国际系统理事会,简称ICH。 那么ISH下面有一个medro管理委员会,medro管理委员会呢, 他来,呃,监管MISO的这个所有的活动,啊, MISO全称是medro维护和支持服务组织。 那么这个管理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呢,是各个国家的监管机构,啊, 还有行业协会的一些成员呢,以及这个,呃,世界卫生组织等等, 来组成这个,呃,管理委员会来监管MISO的这些活动。 那这个片大家看到的是一个ISH的免责声明和版权公告三点, 第一点呢,第一条呢是版权公告,呃,翻译过来的说呢, 就是说,呃,这个文档文件啊,你都可以使用,啊,可以使用,可以改写,啊, 怎么用都行,但是呢,你不能让别人产生误会,什么误会呢? 啊,你的改写啊,你的翻译的修订啊,是ISH认可的,或者是ISH发起的啊, 这样一个。嗯,第二条呢是说,呃,免责声明,也就是说这个,呃,文档呢, 你都可以使用,但是如果在过程中你出现任何问题,不要来找ISH啊, 我们是不负责任何的法律责任的。那第三条呢是第三方提供内容, 如果我们的这条呃文档里面出现了由第三方机构来提供的一些内容, 那么MISO呢是,呃,获得了第三方的许可的,但是如果我们用户想去,呃, 也用这些内容的话,是需要直接从第三方那儿获得许可的, 呃,否则的话是,呃,不建议是使用的啊,我们要先获得版权的许可。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主要是了解MISO的结构范围和特征,呃, 呃,会给大家介绍编码规则一个一般的简单的原则,呃, 呃,介绍MISO数据选择考虑要点中的一部分啊, 然后会这次呢会给大家呃,详细的展示一下我们的MISO浏览器, 那通过我们后面有几个,呃,有一些例子来展示一下如何使用我们的这个浏览器来进行编码, 啊,那最后呢也会有一几个例子,让大家我们一起来共同用浏览器做一下编码啊。 那在我们这个环节呃,过程中在呃,最后吧,呃,一会儿也会有几张投票,大家试一下, 然后在最后呢也会有一个投票的环节,希望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那这是我的一个投票方式, 我们可以直接扫描这个二维码来参加投票,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如果没有这个这个这个网这个这个这个二维码过去后也不要着急啊, 啊,我们在每一个问题的左上角呢都会啊,有一个二维码, 随时去扫描二维码都可以参加我们的互动投票。 啊,我们来试第一个哈,啊,第一个左上角的二维码就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投票, 您是否参加过什么是麦卓机符合使用啊? 啊,有的同学参加过,有的没有参加过,我为什么想关注这个问题呢? 啊,因为上节课呢也是我讲的,啊,上节课内容呢是一个非常, 呃,从一个宏观的角度给大家介绍了麦卓以及他的一些常有工具, 那么随后的四节课呢,我们会把这个,呃,麦卓呢具体展开, 通过四节课的内容呢给大家,呃,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 啊,那也就是说,呃,会有一些内容呢是跟上节课是重复的, 那我们参加过,呃,麦卓这个,呃,什么是麦卓这个课程的同学呢, 可能就会有些内容重复的,但重复听呢也不要紧哈, 我们知道有一个广告效应啊,广告效应就是说, 同重复内容你重复听,这样的话可以加深你的记忆啊, 好,谢谢大家,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您现在担任哪种工作啊, 啊,多数是我们的药物警戒,那我自己呢,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一时从事的呢是医学编码, 那好处就是我医学编码做了十几年,坏处呢也是医学编码做了十几年, 也就是说我对医学编码这块呢,懂得会比较多的,懂得比较多一些, 但是其他领域呢可能就是稍微弱一点点哈, 如果有机会呢,我们,呃,可以就是大家一起在互相,呃, 促进一下我们的工作,今天啊,这么多一些药物警戒, 还有数据管理医学, 其实,呃, 麦州呢,我们今天讲的是编码课程, 但是呢,呃,如果我们在整个这个,呃, 部门里面就是公司里面, 所有的部门都能够,呃, 去了解麦州,那我们在,呃,实际的工作,呃,工作中呢, 就会减少很多的这个,嗯,就是不必要的一个互相不理解的一个情况的出现了, 好,我们锁定了啊, 看下一个, 我们现在开始先介绍一下麦州的概况, 首先是什么是麦州, 那麦州的全称是Medical Dictionary for Regulatory Activity, 那中文就是监管活动医学词典啊, 医学词典,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词典的时候, 它跟我们之前所理解的词典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之前认为这个词典呢, 它会提供很多的讲解内容, 比如说我对一个概念不了解了, 什么是系统性红弯狼疮啊, 那我们翻这个医学词典的时候, 它会给你介绍非常详细的症状体征检查, 然后怎么治疗,对吧, 但是Medical它名字上叫词典, 但实际上它并不提供这样的一个概念描, 概念讲解, 详细的概念介绍啊,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医学术语期, 是一个国际上使用的标准医学术语期, 那是什么呢, 它这个词典呢, 是由一条一条的这个独立的医学术语所构成的, 所以它没有这种概念描述, 那如果我们想去了解具体某一个医学概念是什么的话, 那是需要去查相关的教科书, 去查一些比较权威的医学网站或医学词典, 医学词典, 所以Medical它是供监管机构和受监管的生物, 这条行业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医学术语期, 那么在整个从上市前到上市后的这个整个监管过程中呢, 我们都是需要使用到Medical它可以用数据的录入, 检索评价和展示, 那么这个里面的这里说的录入呢, 它就指的是这个编码, 什么是编码? 一句话, 原始报告信息将原始报告信息转化为标准化的数据, 这个过程叫做编码, 编码后的数据呢, 才能进行检索评价和展示,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张图片是Medical可以用到的, 用在哪里整个这个阶段, 从临床实验一期到上市后的四期, 那么这个整个监管过程中呢, 都是可以用到Medical的, 那前面有一个Pre-clinical testing, 临床前的动物实验, 那Medical是不可以用的, 那至于什么, 可以在临床前动物实验上, 需要用到哪些词典来进行编码呢, 这个我也不了解, 因为没有试炼, 如果大家哪个同学知道的话, 也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区域发出来, 我看到以后呢, 也可以跟其他同学一起共享, 那具体说可以用到哪里呢, 它可以用在监管机构和企业数据库里面, 各类安全性报告和安全性总结, 临床研究报告, 研究者手册, 公司核心的安全性信息, 上市申请, 出版物, 还有处方信息以及广告, 那么广告呢, 是处方药的广告, 它在做广告的时候呢, 需要提供这个, 要写出来药物的这个不良反应, 那么这个信息呢, 是用Medical数据的, 在中国的话, 我们是看不到这个处方药广告的, 这张片子展示的是Medical的范围, 那曾经有人说啊, 这个Medical不怎么好用啊, 它解决不了的问题, 好多问题都解决不了, 那么提出这种问题呢, 就是因为它还没有完全的了解Medical, Medical是有它的适用范围的, 那么我们要在这个范围里去用Medical, 那它会基本上解决你的问题, 那么要在范围之外呢, 就没有办法去解决了, 比如说Medical它并不是药物词典, 那我如果想编码药物词典的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什么, 可以选择who drug generate,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药物词典啊, 虽然Medical里没有药物这名称, 但是呢, 如果我们用了药物, 出现了一些不良反应, 那么这个不良反应, 我们可以用Medical编码, 那Medical呢, 它不是设备器械诊断产品的词典, 所以说在Medical里面, 是没有设备名称, 器械名称的啊, 这样的名称是没有的, 它也没有临床试验设计的相关术语, 比如说随机双盲这样的术语呢, 是没有的, 那也没有人口学信息, 什么性别种族国家义, 习惯呢, 这都没有,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整口学信息呢, 包含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提供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临床信息的话, 它也会包含的, 比如说这个乳腺癌, 如果是男性乳腺癌, 那么它所提供的这个医学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 和女性乳腺癌就要区分开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一个单独的PT是男性乳腺癌, 那还有一种特殊人群的什么新生儿, 新生儿的话它也是个特殊人群, 如果说你的这个比如说后面说我这个发热, 在不同人群的中的发热, 它如果是新生儿的话, 它所体现的这个医学概念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信息呢是含有的, 那再一个就是没有检查的定量结果, 就是说没有检查的具体数値, 那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国家, 或者是说不同的地区, 它使用的这个胜肠值范围, 它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同样的一个检查结果可能在这个国家还是正常的, 在其他国家就是不正常的, 那再一个说呢就是在不同的实验室, 它所使用的这个单位是不一样的, 那么同样的样本在不同的实验室做检查呢, 它测试的结果有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麦座里面是没有检查的这个定量的结果的, 好像不提供具体的数值, 但是我们这个检查它会有一个定性的结果, 比如说你这个检查结果是升高了, 还是降低了, 是阴性还是阳性, 那这样的结果呢是属于就麦座的这个范围里面是可以进行编码的, 那麦座里呢是没有频率限定次的,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出现了呕吐, 我一天呕吐十次, 我出现了腹泻, 腹泻了一百次, 那我不管你这个频率多么频繁, 多么的严重, 这个几次, 十次, 二十次, 一百次呢, 这种频率是没有的, 如果说我们真的是特别关注这个事件的发生频率的话, 我们需要在其他的点位上去请一个记录, 而不是通过MEDRO来进行这个编码, 来记录这个频率的这个限定次, 那再一个是严重程度的描述次呢, 也是没有的, 没有的, 比如说这个病很严重了, 加重了, 你最后通过MEDRO编码完, 可能会体现不出来你的这个严重程度, 比如说你这个对于肿瘤项目, 我的癌症疾病进展了, 然后或发生哪些症状, 加重他的这个疾病的程度了, 那这种程度呢, 是没有的, 也同样, 同理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很关注这个严重程度的话, 是自己在其他的点位上请记录, 而不是通过MEDRO来进行一个编码, 那这是圆圈范围之内, 而之外的, 不在MEDRO的范围里的, MEDRO范围里的都是在这个蓝色的圆圈里面, 那么前五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包括医学状况, 失应征, 检查, 括号, 名称和结果, 就是包括检查的名称, 和检查的这个定性结果, 手术及医疗操作, 病史, 社会史, 家族史, 那么前五个, 前五类呢, 都是跟我们人本身有关的, 这这五类情况, 那后面还会包括很多其他的内容, 比如说用药错误, 产品质量问题, 器械相关问题, 产品使用问题, 药物异圈学术语, 独理学问题, 以及标准的SMQ, 标准分析查询SMQ, 那么最后这个SMQ呢, 是在我们后面的两节课程中会为大家介绍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Medro的结构, Medro从上往下, 它是一个五层结构, 以后别人再问你Medro的结构是什么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很自信的说了, 它是一个五层结构, 那从上往下, 这个分级呢, 是越来越细的, 越来越细, 我们看右侧这串数字, 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那最上面这一级呢, 是最高层级, 叫做系统器官分类, 简称是SOC, 那目前我们一共有27个SOC, 再往下两个, 再往下一个层级, 我们看一下看跳过来, 跳这个首选语, 首选语是什么, 是一个独立的医学概念层级, 独立的医学概念层级, 然后最后呢, 是一个低位语, 最低层低位语, 我们编码层级, 也就是说, 做编码的时候, 要从低位语, LT去选择, 那中间两个层级呢, 是什么, 是组数语啊, 一个高位组语和高位语, 那这两个层级干什么用呢, 它是用来数据检索的, 我们在后面两节课程, 两节课程中, 就会介绍这个高位语和高位组语, 这些怎么使用了, 那么从上到下, 这个层级分类是越来越细了, 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那我经常会把它叫做一个树状结构, 像大树的根一样散开, 越来越细, 非常非常的细致, 所以Metro它包含的概念是非常广泛的, 那在上一节课中给大家留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PT层级呢, 和LT层级有什么关系呢, 上节课并没有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下, 所有的PT层的这个数语都包含在LT层级里, 也就是说有在LT层级里面呢, 有一个跟PT是一模一样的这个LT, 那再一个呢, 就是说一个PT下面会有很多个LT, 对吧, 那这些LT都是怎么来的呢, 一个是说有一些跟PT的同一词, PT同一词会把它做成LT, 还有一些呢是PT的一些词分类, 比如说我的PT呢是一个外周水肿, 那么水肿它会有不同的部位, 对吧, 会有大腿的水肿, 手水肿, 踝水肿等等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不同部位的外周水肿呢, 会作为LT, 那放置在这个PT外周水肿的下面, 那还有一些LT是怎么来的呢, 那我们知道Metro它是一个以英语为母版的这个词典, 它的原语言是英文, 那么英文的这个语言变换就比较多了, 有英式拼写和美式拼写, 比如说AE, 对吧, 那么比如说这Hemorrhage, 它就两种拼写方法, 一种英式的, 一种美式的, 那还有就是英语的这个单词啊, 它语需变换啊, 它不, 这个意思呢, 它并不会变, 比如说Nose Bleeding, Bleeding Nose, 它的意思是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都会产生一个LT,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PT下面包含了很多个LT, 那如果我们再说Metro里一共有多少个术语的时候,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怎么算呢, 用这个SOC27, 然后HLT337, 高位于1737, 再加上哪一个, 再加上LT层级就够了, 就不用再去数PT层级了, 因为PT层级的术语呢, 全部都包含在LT层级, 所以呢, Metro里是有8万多条术语, 而不是10万多条术语, 这个大家要了解一下, 那刚才我们说同样啊, 一个PT下面就会有多个LT, 那么比如说英文的语序发生变化以后, 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新的LT, 这样带我们, 就我们的中文的影响就会出现一个重复现象, 比如说英文里面说bleeding nose, 或nasal, blot nose bleeding, 它有个nasal, 它光这个出血就两种说的, 两种方式, bleed, 然后bleeding, hemorrhage, hemorrhage还有两种拼写方式, 那么它所表达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但是中文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鼻出血, 对吧, 就是鼻出血, 就会产生一个重色中文现象, 那对于重色中文怎么进行编码呢, 我们稍后马上会提一下, 那在这样图中我们先看一下, 每一个英文术语后面, 每一个数据后面都有一个八位数字, 对不对, 那这是model的一个代码, model的一个特性, 每一个数语后面都会有一个八位数字, 那这个八位数字呢, 它是一个非表达性的, 什么叫非表达性, 就是通过这个数字, 我并不能看到任何信息, 我读不出来信息, 那我们的身份证号也是一块数字, 可是身份证号呢, 就能表达出你是来自于哪的, 哪个省份, 哪个城市, 哪个区, 你的出生年月日, 这都能看到的, 那么model里的这个八位数字呢,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它就是个一次的编号, 比如说先进来的是一号, 后进来的是二号, 这个顺序要排下去, 那这个八位数字呢, 会一直都不变的, 一直都不变, 那为什么要有这个八位数字呢, 它能够满足各种电子, 就是电子数据的递交了, 就是需要你提到数字代码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字段代码去提交上去, 而不是用这个数语了, 那这个好处呢, 好处当然是有好处了, 除了这刚才说的这个电子字段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 除了满足这个电子数据的递交呢,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met的语言有很多种啊, 在2022年到2024年之间呢, 我们计划是在新增18种语言, 那么到了2024年以后呢, 我们预计呢, 应该有32种语言, 那这么多种语言, 每一个语言, 它的每一个数, 它的代码, 在各种语言中都是不变的, 那也就是说, 我这个数据编码完了之后, 我可以通过这个代码去输出任意一个, 任意一个我想要的语言, 就很方便, 进行一个多语言的转换呢, 就非常方便了, 那我们的用户, 如果想在不同的国家去递交的时候, 直接找到那个国家的语言, 把它导出输入过去, 然后就就可以了, 就不用再进行一个重新的编码, 或重新的翻译了, 那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 接着看一下我们这个中文重复LT的现象, 这个Metro里面的英文数, 它和数字代码这是一一对应的, 是没有重复的, 这个肯定是没有重复的, 那么在同一个PT下的不同的英文LT呢, 就可能会被翻译成相同的中文数语,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B2学, 对吧, 英文里没有重复的LT, 但中文就很多很多重复, 一模一样的LT, 那么这种现象, 我编码的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办, 学哪个, 有个人就非常纠结了, 我不知道该学哪一个了, 好像哪一个都对, 又好像不行, 没有规则, 在我们的漫长官网上, 有这样的一个建议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画红线这一部分是英语的, for all translations, 对于所有的翻译来说呢, 你使用这个PT下面的, 这个对于重复LT来说, 这个同一个PT下面重复LT, 你选择哪一个都是OK的, 都可以的, 没有问题啊, 因此就大家不要去纠结啊, 选择哪一个, 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想, 非要去建一个规则, 保证我们在编码的时候一致呢, 我们可以去制定一个规则, 选择一个规则, 在你的公司内部统立执行, 这样的也是可以的, 那比如说这个PT腹部不适, 它有很多LT是不是, 我们看左边这一行有腹部不适, 英文是abdomal discomfort, 还有个腹部不适, discomfort abnormal, 那么这两个LT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 大家就是可以随意选择, 或者说选择一个跟PT的这个号, 代码号一致的, 或者是说选择一个号码, 代码号小的, 选择一个代码号大的, 这个规则我们自己去定, 自己去定, 那这里面我再多说一句哈,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 在介绍media的五个层级的时候, 说我们的编码层级是LT层级, 对吧, 然后呢, 同一个PT下面会有不同的LT, 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用的是PT层级, 那有人就问, 反正同一个PT下的, 就是这个都是在同一个PT下, 我在做编码的时候, 可不可以去任意选择这个PT下的其他的LT, 反正最后编码完了PT都一样, 对不对, 我是不是可以随意选择, 那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看这个PT下面, 比如说有一个LT是胃压迫感, 那还有一个是胃部灼烧感, 那他们的PT都是腹部层, 那也许在做分析的时候, 那么不会有任何影响, 但是说对于编码的时候, 我们还是应该选择最贴件报告术语的那一个, 如果人家就是报了一个胃压迫感, 你非要给它变成腹部的灼烧, 那明显这个意义就不合适了, 对不对, 所以编码还是要选择LT层级, 选择一个最贴件报告术语的这样的一个LT, 那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系统器官分类, SOC, 因为有27个SOC, 那既然它叫系统器官分类, 它必然有一些跟系统相关的SOC, 比如说血液和淋巴系统疾病, 免疫系统, 呼吸系统, 那还会有一些跟器官相关的这个SOC, 比如心脏, 耳朵, 眼睛, 对吧, 那还有一些病因的SOC, 比如说这个先天性的加速性胰传病, 还有感染呢, 起码类疾病, 还有肿瘤类的这种SOC, 那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啦, 比如各类检查, 社会环境, 各种手术及操作这样的一个SOC, 那我们看一下Metro的层级, 我们这是用图片中用一个例子, 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这个Metro的层级, 我们回到浏览器里去看一下, 左边的是我们这个所有的SOC, 我们看这个SOC心脏器官类疾病, 点开左边的加号, 就展示出了这个SOC下面所有的HLGT, 那我可以看到每一个SOC下面都有一个以上的HLGT, 对吧, 我们点开这个HLGT心率失常类疾病, 前面有个加号, 点开以后, 每一个HLGT下面都会有一个以上的HLT, HLT, 我们再点开一个, 那么在每一个HLT下面, 又会有很多个PT, PT是独立的医学概念层, 也是我们的分析的那个, 用医学分析的, 我看一下很多的PT, 在PT心率失常下面, 又有很多的HLT, 那么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LT是PT的同一词啊, 它的一个子分类啊, 对吧, 所以产生了很多不一样的LT, 那看到这些LT的时候, 我们注意到有一些红色的, 红色的LT加红框的, 是什么意思呢, 我可以看一下啊, 红色的LT呢, 加了红框叫做非线型LT, 非线型数, non-current, 顾名思义, 非线型了, 就不要再使用了, 我们在做编码的时候啊, 就不要再使用这个红色的LT了, 那么这个红色的LT呢, 它只是在, 这种非线型的数据呢, 只是在LT层级才标注的啊, 到PT上层级就没有了, 那么所有加入到这个Metro里的数据呢, 它都不会被删除的, 如果它不适用了啊, 用的不过时了, 或者是说不符合我们的规则的时候呢, 它会被做成非线型, 并不会把它删除掉, 那么这样的目的呢, 是用于保留历史数据, 方便我们进行对历史数据的进行检索和分析, 那么刚才说, 就是说因为Metro它在开始之初呢, Metro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啊, 不是一个个线写的, Metro是整合了当时啊, 我们世界上啊, 许多国家流行的这个数据, 比如说ICD啊, Huart啊等等等等, 这些数据整合了这些资源啊, 然后建立了这个规, 重新建立了规则, 那么呃开发的Metro, 所以在整合的时候, 有一些数据它就不符合Metro的规则了, 比如说啊, 在Huart里面噁心和呃吐, 它是一个数据啊, 一个数据, 但是在Metro它是两个数据, 噁心和呃吐是不同的PT的, 所以说噁心和呃吐, 那这一条数据呢, 就会被造成非线性, 那么是这个是一部分原因, 那还有一些是含糊啦, 有歧义啦, 过时啦, 拼写简略呀, 拼写有错误的这样数据, 如果你这个拼写有问题, 发现了, 我们在下一个版本会把它更新, 那么这个错误的呢, 就把它做成了一个非线性, 那如果你这个数据过于简略, 你这个就是说缩略语会引起起歧义, 那么这样的词呢, 我们也不会把它做成非线性, 那还有一些就是过时, 什么是过时了, 医学在不断的去发展, 对吧, 医学不断发展, 那么过了几年以后, 我会发现之前的那个医学概念, 它已经不适合于现在了, 那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新冠病毒, 对吧, 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有一个冠状病毒, SARS病毒, 对吧, 那我们叫冠状病毒, 当时就叫非典型肺炎, 可是到了这个2019年又出现了一个病毒, 那那个病毒协会怎么给它命运的, 命运的是那个SARS, SARS, 然后冠状病毒二型, 对吧, 因为它2013年出现了一个, 2019年又出现了一个, 出现以后它们都是冠状病毒, 所以要分一二了, 那么之前我们并没有把它分形, 那么没有分形的那数据呢, 就会被做成非线性, 因为通过那种没有分形的这个数据呢, 你已经无法确定它是一还是二了, 所以说这一部分数据就会被做成非线性, 过时的就不再使用了。 好, 我们再转回来回到这个系统, 器官SOC里面, 那我们知道医学它其实是特别复杂的一个概念, 医学概念, 某一个疾病呢, 它不可能是单单只影响一个器官, 或者只影响一个系统的, 那有可能一个疾病它会影响多个器官, 多个系统,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Mandru里有一个数据叫差势综合征, 它可以影响到八个系统器官,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就会演出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多轴性, 一个医学概念同时出现在多个SOC中的这个特性的叫做多轴性, 多轴性它是有好处的, 那么方便我们可以对这个数据按照不同的分组方法去进行一个分析, 比如说我想看心脏器官的, 我把这个病例就掉出来了, 我想看肾脏相关的, 我掉出来了, 所以呢多轴性可以方便我们从多个角度去对数据进行分析, 那么同时它也会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 比如说我可能就只有我这个数据编码完了就10个PT, 那我这10个PT恰好每个PT有, 比如说每个PT有4个SOC, 那么我在进行数据输出的时候就会产生了40个数据, 40行数据, 数据会变多了, 那么同样的数据在我们进行分析的时候就会被反复多次的调取, 对吧, 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重复技术, 重复技术就不利于我们的这个数据的展示, 那为了支持一个标准化的数据展示, 我们又引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主SOC, 主SOC, 也就是说我不管你这PT有几个SOC, 只有一个, 有切只有一个SOC呢, 它是主SOC, 那我们在进行标准化数据输出的时候呢, 这个PT就只出现在这个主SOC中, 那么我们用户呢是不能改动我们预先设定的主SOC的, 不要改动主SOC, 那看这个例子, 流行性感冒, 它的有两个SOC, 一个是感染剂侵染率疾病, 一个是呼吸系统胸肌总格疾病, 那么我们规定了这个感染剂侵染率疾病, 就是它的一个主SOC, 呼吸系统是它的次SOC, 那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定感染是它的主SOC呢, 因为这个主SOC的设定呢, 是有自己的一个规则的啊, 有一个规则, 仅在一个SOC中出现的PT呢, 那这个SOC呢就自动成为主SOC, 就是说这PT只有一个SOC, 那么这个SOC就是主SOC, 比如说PT肝衰竭, 它的主SOC是肝胆系统疾病, 有切仅有这一个SOC, 那它就是主SOC, 涉及到疾病体征症状的PT呢, 它的主SOC呢是主要的发病部位啊, 比如说肝损伤, 有两个SOC, 一个是肝胆系统疾病, 一个是各类损伤, 中毒及手术并发症, 那么根据规则, 涉及到它的疾病症状体征的PT呢, 它的主SOC是在发病部位, 那发病在肝最肝胆系统上的主SOC, 那还有三类术语呢, 它是有优先性的啊, 碰到这三类术语, 它们三个就要往前靠了, 第一个是先天性和遗传性术语, 那主SOC是各种先天性, 家族性, 遗传性疾病, 比如说多男肝病, 它是一个先天性疾病, 它还有一个SOC是肝胆系统疾病, 那么根据规则, 它的主SOC就是先天性, 家族性, 遗传性疾病, 那么还有一类是肿瘤性术语啊, 比如说这肝癌, 肝癌呢, 虽然发病部位在肝, 但是它这个肿瘤属于呢, 有一个优先性, 所以良性恶性及性质不明的肿瘤呢, 它是它的主SOC了, 那有这个里面有一个例外哈, 就是囊肿和吸肉, 它的主SOC呢, 还是发病部位, 那最后一个一个特殊情况叫做感染及气氧类疾病, 就是它的一个相关级, 感染相关的数语的主SOC是感染及气氧类疾病, 比如说乙型肝炎, 那么它的主SOC呢, 就是感染及气氧类疾病, 那么这个肝癌系统疾病就是它的一个次SOC了, 那如果恰好我有一个数语, 就是这三种特殊的, 包含这个特殊的这个这个这三种情况, 那怎么办呢, 这个三个特殊的SOC, 它自己也会有一个优先性的啊, 这三个派派对, 老大是谁, 各种先天性家族性遗传性疾病, 良性恶性, 老二是良性恶性及性质不明的肿瘤, 最后一个是感染气氧类疾病, 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 进行一个优先性的排序的, 所以说如果有一个PT, 它恰好呢, 可以在这三种SOC进行展示, 那么它的主SOC是先天性家族性疾病, 在有三类SOC呢, 是比较特殊的哈, 各类检查, 社会环境, 各种手术及医疗操作, 在这三个SOC下面的PT呢, 有限只有一个SOC, 也就是说它们是单个单轴SOC, 对吧, 就它只有这一条通路啊, 从这个LT到SOC的这个道路, 就这一条, 无路可走啊, 有这就这一条路, 大家把这个记住一下, 各类检查, 事物环境, 各类手术及也要操作, 我刚才讲了这么多,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点晕了,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 指责题看一下啊, 拿出我们的手机扫描屏幕, 左上角的二维码, 来看一下PT先天性, 人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的主SOC是什么, 好, 众里寻他千百度锁定, 有没有改的了,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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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刚才, 我们好, 好, 谢谢大家投票啊, 太好了啊, 锁一下了啊, 锁一下不用改了, 好, 我们看一下, 主SOC的优先数语是什么, 各种先天性, 家族性, 遗传性疾病, 它排, 一位, 碰进这样的疾病的数语的话, 主SOC是先天性, 家族性, 遗传性疾病, 所以各位刚才可能是没有好好听课啊, 好, 现在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这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了啊, 编码规则, 那什么是规则, 写下来的, 给别人看的, 你去执行的, 这是规则, 为什么要有规则呢, 就是要保证我们这个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 在不同的国家地域里, 对同样的一种情况都能做出比较统一的质的一个编码, 对吧, 所以我们要需要一个编码规则, 我们这个编码员呢, 他的姿势可能是, 背景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是学医的, 有的人是学药的, 有的人说学的生物科技, 有的人还做过临床医生, 那么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 对同一种情况的理解就会出现偏差, 那比如说一个胸痛, 一个胸痛, 如果假如说, 我这都是假如, 如果说这个编码员他以前做心内科医生, 他看到胸痛, 他可能第一反应是一个心圆性胸痛, 那如果这个人呢, 这个编码员他没有这个医学的背景, 而是在要学下, 他看到这个胸痛以后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不对, 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需要编码规则, 需要编码规则, 我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 我这个所有的编码员在看到了我这个这个报告以后, 根据这个规则都能做出统一的一致的一个选择,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制定一个编码规则, 那么比如说这个编码规则包含什么, 可以是批写错误, 缩写简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要规定好, 比如说他报了一个这个报告信息下是一个批写的错误, 你可以制定一个规则, 我遇到批写错误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是这种特别明显的这种错误, 很简单的错误, 我是要发quare让他改过来呀, 还是说我编码员直接自己找到一个正确的那个词, 直接把它编码了呢, 怎么做呢, 是这个要把它写下来, 哎, 规定好, 这样的话, 不同的人在看到的时候呢, 能够做出一个一致的反应, 再一个就是缩写啊, 缩写, 这个缩写对于我这个, 呃, 公司来说我这个项目, 他则是什么, 你要把它写好了, 确定好了, 再有就是说组合词, 依我关系的概念, 我是拆呀, 还是不拆呀, 怎么弄啊, 这个东西是要写下来的, 那再有就是你要确定好有些词是要发质疑的, 比如说这个刚才我说这个胸痛, 为什么要发质疑呢, 胸痛呢, 它还有一个非心远性胸痛和心远性胸痛, 这样的两个PT, PT它是不一样的啊, 最后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 心远性胸痛它的SOC呢是心脏器官类疾病, 而非心远性胸痛呢, 它最后上就是那个general的一般疾病症状和体症那个,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会对我们的非心呢做成影响, 那么我们在写编码规则的时候就要规定了, 你这个胸痛要不要发质疑啊, 写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编码规则, 那有的人说, 那我都用这个自动编码工具了, 自动编码工具, 我干嘛我还要去制定规则呀, 我直接给TT制定个规则, 那它做不就行了吗, 那也是不行的, 即便是有自动编码工具, 仍然需要手动编码, 对不对, 我们还是这个TT在人工智能再厉害, 它也不能替代人脑啊, 也不能替代人脑, 一定会有一部分词是需要去手动编码的, 那我们还是要去制定规则来同用的这个编码结果的, 那这个里面会有, 我给大家提出来这个, 它自动编码都会有缺陷的哈, 看我们看这个例子, Allergic to CAT Scam, 那人脑一看到了哈, 就很简单, 那就是说我对这个, 这个东西过敏了, 对不对, 但是你机器呢, 机器不会啊, 机器认为它就对猫过敏, 我对猫过敏了, 但是它不会说对这个, 它分析不出来CAT的全称是什么, 不知道它是计算机端端扫描, 对吧, 它不知道这个, 那后半这个例子呢, Mail Carly发生年的Fall of 2000, 我在2000年的秋天, 我发生新梗了, 那机器呢, 并不会去分析, Fall有不同的意思, 还有秋天的意思, 还有摔倒的意思, 是不是, 所以它只能说Fall是摔倒, 它不知道Fall还有秋天的意思, 对吧, 所以说你用这个自动编码, 一定会产生很多问题的, 所以我们是需要编码规则, 需要去审核, 需要去制定规则, 需要去看的,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Mail Carly考虑要点文档, 就是说, 有的机构可能会说, 哎呀, 我不会写编码规则, 不知道该怎么写, 无从下手, 所以说考虑到大家这样, 这个需求了, SH就给大家写出来这个文档, 叫Mail Carly选择考虑要点文档, 如果我们自己写不出来, 编码规则没关系, 我们可以直接用啊, 用这个, 用我们的这个, Mail Carly选择考虑要点文档, 简称是PC文档, 那么, SH出了这个文档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我们行业, 还有我们监管工作, 提供一个建议, 那通过这个建议呢, 我们在各个国家呀, 去或者是各个机构, 在做编码的时候呢, 它能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哎呀, 这样我们数据共享传输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打成一个共识, 获得到互相理解, 那么也就是, 也推荐大家在制定自己的编码原则的时候呢, 是要以这个PTC文档为基础的, 因为PTC文档有的时候呢, 会给你多个选择, 或者是说它的这个原则呢, 是一个比较宽泛的一个原则, 可能呢, 不能解决你工作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例子, 所以说需要机构去细化这个规则, 那么你的规则制定的时候, 一定要跟这个PTC原则相符合, 在这个原则下, 去细化你的自己的小规则, 不能违背PTC, 不能违背我们这个数据选择考虑要点文档, 那这个文档呢, 它是由ICH管理委员会的一个工作组来开发的, 每年三月份更新一次啊, 目前呢, 英文、日文、中文、韩文、西班牙文、俄文, 它是有完整版的, 那其他云友呢, 就只有只有精要版了, 我们可以在Metro, 就是MSO或JMO的这个网站上去获取, 那这里面就说啊, 我们在这个PTC文档中, 它就会有一个首选方案, 还有一个备选方案, 也就是说, 并不是说强制我们各个机构, 都必须去做这个首选这个首选方案, 我们是用户呢, 看到这个PTC文档以后, 你自己去选择, 我用哪个方案, 是用首选方案呢, 还是用备选方案, 一旦你确定了你的选择方案以后呢, 就固定下来, 在我们机构内部要保持一致, 你要是选择首选方案, 那么就都是首选方案, 不要今天是首选, 明天是备选啊, 所以要固定一个首选方案, 那在这个文档中的第四节呢, 还有一些关于版本更新的一个方法, 以及这个建议的时间, 我们可以再稍后呢, 一会一起去看一下, 在这个PTC文档后面,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数语选择的一般原则, 一般原则,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这个原数据的质量, 那么要有质量保证, 不要改动Metro, 始终选择低位语, 并且只选择现行低位语, 那么什么时候要提出数语申请呢, 比如说你这个数语有意见了, 我提出申请, 什么时候申请, 那么什么时候用医学判断, 那如何选择多个数语, 怎么查看层性结构, 我们报告的编码的时候, 要报告所有信息, 不要添加信息, 那这些呢, 是我们数语选择的一般原则, 首先我们看一下原数据的质量, 我们要对它有一个质量的保证, 那么原始信息是直接影响到数据输出质量的, 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的原始信息很质量不好, 它包含一个变率, 那什么东西变率的呀, 你既可以是, 比如说我的皮肤变率了, 我的舌头变率了, 我的药品变率了, 是可以产生很多种不同的情况, 那这样的原数据呢, 它就属于模糊的概念, 那我们在收集数据的时候, 尽量要避免收集这种模糊的这种概念, 所以呢, 对于有疑问的数据, 我们要返回去去设法澄清, 去设法澄清, 你知道最开始报告的那个人, 去审核你的报告原始数据, 把报告审核完了以后呢, 去报告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信息上来, 那有的时候会有种情况, 那可能在实际工作中会发现, 嗯, 我很难去跟那个报告的人进行沟通, 报告的人就是不想跟我改, 那么就就会寄希望于这个编码员, 把这些比较模糊的这个数据呢, 去进行一个处理, 通过编码把它变成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那其实这也是不太可能的啊, 为什么, 你数据很模糊, 编码员只能自己去根据自己的理解, 去选择一个比较模糊的LT, 那么模糊的, 不清晰的这个报告信息, 必然就会产生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编码结果, 你的编码结果都不精确了, 那你的分析呢, 你的分析结果可能也不进去了, 也就是说你这大楼的地基都是歪的, 楼越往后盖, 这楼越歪啊, 歪歪歪歪歪一直到上面, 整个就清洁度就越来越大了啊, 所以说我们的最开始, 这个原数据质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可以通过设计比较好的表格, 让这个填报人员呢, 比较容易的去添写, 而且要对这个填报人员进行先培训, 告诉他, 我应该怎么去提, 去填报, 提高我们这个原数据的质量, 这里面就再次说哈, 这个编码规则一定要用的PTC文档保持一致啊, 而且呢, 这个数语选择你做完了以后, 是要进行审核的啊, 进行审核, 你一定不是说我编码完了, 就就完事了, 就就算了, 还要进行一个二次审核, 还有医学审核等等等等, 对我们这个数语结果, 编码结果进行一个审核, 那么自动编码结果也要进行人工审核, 就像刚才我看到那个例子, 你如果对自动编码不审核的话, 它就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的编码结果啊, 这个是一定要进行审核的, 那我之前也遇到过, 有的人会质疑, 我为什么要, 呃, 提一下, 就对这个自动编码结果进行审核, 你要给他解释清楚啊, 为什么, 一定要审核,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那下面这个信息呢,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要改动Metro, Metro是一个标准的医学术语集, 它有预先界定好的术语层级结构, 呃, 我们用户呢, 是不能对他进行一个临时性的改动的, 包括变更主SOC的这个分配, 这个是太常遇到, 呃, 遇到的问题了, 那经常会有人说, 你这个编码不对, 为什么不对, 你的这个主SOC编错了, 编错了, 你这个不对, 所以不能你要编成这个某某某次一个次SOC, 那我们在编码的时候是选择最贴件报道信息的IoT, 那么上层结构呢, 是我们一个预先设定的一个层体结构, 那直接到他的主SOC上, 我们这个是不能进行更改的, 如果我们在审核的时候觉得, 哎, 这个主SOC不算是, 这次SOC更合适一些, 你有很强大的理由, 那么你也不要自己去更改, 而是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向MSO提交变更申请, 给出你的理由, 那你要说出来, 为什么这个主SOC分配不合理, 分到哪一个更合理, 那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个举动, 而不是在内部进行一个自行的修改, 那我们看下面这个原则, 选择低位语, 并且只选择现行低位语, 那这有个例子叫面部浓肿, 我们回到浏览器里看一下, 面部浓肿, 那我们做做编码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阅读理解的过程, 阅读它, 理解它, 面部浓肿核心信息是什么, 是浓肿, 对吧, 我们看了, LT浓肿, 好, 完美, 编码完了, 对吗, 不对, 就是这个重要信息是什么, 脸颊浓肿, 对不对, 脸颊浓肿, 那我点开后面这个加号, 所有资的在这后面呢, 真的, 真的, 大家看一下, 380个检查结果, 我们会发现包含浓肿的这个LT一共多少个, LT300多个啊, 这么多, 我们要看一下, 哎, 鼻浓肿, 鼻烟浓肿, 扁桃体浓肿, 它的PT可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还有什么, 玻璃体浓肿, 还有什么, 肠浓肿, 也就是说, 你会发现这个浓肿发生在不同的部位, 它的PT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对于脸颊浓肿这样的一个词, 我指编码浓肿肯定是不对的, 我们要把部位加上, 是不是, 那部位加什么, 脸颊, 可以吗, 首先说哈, 我们在编码搜索的时候, 尽量是优先选择原报告书中的词, 对吧, 我写个脸, 夹呢, 夹就不要选了, 你这个关键词越少, 你所检索出的结果就会越多的, 有吗, 没有, 哦, 你又说完美, 没有脸, 所以说就是变冻肿了, 对吗, 这个时候再想一想, 我们的脸还有同一词, 是不是, 你再试一试啊, 面部浓肿, 那面部浓肿是不是就比你这个浓肿更贴切了呢, 对吧, 所以一定要去多去尝试啊, 我们选择一个更贴切的LT, 面部浓肿, 那么记住, 只选择个线型LT啊, 不要选择非线型LT, 那什么时候我们是要进行一个医学判断的哈, 举个例子, 比如说, 哎, 我报告中的这个术语呢, 恰好是一个新的医学概念, Mindsuit里还没有包含呢, 那怎么办啊, 那这个时候你要, 呃, 结合你的这个, 用医学判断了, 去选择一个现行的, 就是目前现有的哈, 能最贴近这个, 呃, 我报告系的术语, 那来进行一个编码, 那这里说采用医学判断, 不是说, 丢给医学吧, 让医学去判断吧, 编码约你自己还有一些常识, 还有一些医学, 医学判断, 你自己判断一个, 选择一个比较, 呃, 在现有的这个术语里, 选择一个, 呃, 贴切这个报告信息的这个LT, 而不是说把它丢给别人, 对吧, 我是这个, 这样的意思, 那么, 呃, 提交完变更, 然后呢, 针对这个概念呢, 我们可以向MSO呢, 提交变更申请, 也就是添加, 呃, 提交一个新加术语的一个变更申请, 呃, 就说, 呃, 我有这样的一个报告信息上来了, 你这个概念呢, 并没有包含到你麦座里面, 那, 呃, 这个概念是什么什么的吗, 他, 呃, 呃, 我的我要要求添加的原因是什么啊, 提供一些解释, 那么提交给MSO, 那由MSO的医学专家进行审核, 如果恰好, 呃, 你提供的这个医学概念确实是我们这个, 呃, 而麦座里就没有包含, 那么专家在审核之后呢, 就会批准同意添加, 那么在下一个版本里面, 这个术语呢, 就会被添加进来了, 对不对, 那麦座里肯定会有一些, 就是说, 因为麦座用了很多年, 还是在不断完善的话, 不断在完善的一个过程中, 肯定会有一些, 嗯, 很多情况, 它是不能满足你的这个, 呃, 需要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机构不要用自身的临时措施, 不要你自己想要临时怎么怎么处理一下, 呃, 来来那个异补它这个就是缺陷吧, 可能这个词没有, 哎, 我随便想一想, 就便随便便晚一个, 我也不向MISO提交那个申请了, 所以建议大家遇到问题了, 就及时的跟MISO联系, 把你的想法然后反馈给MISO, 那我们的麦座呢, 此点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啊, 麦座的不断发展, 抵不开我们每个用户的一个, 嗯, 每个用户的来, 就是说, 嗯, 去维护, 因为毕竟用户是, 嗯, 一些问题, 那及时反馈给MISO, 我们的麦座也会变得越来越完善, 那下面这个信息告诉我们是, 编码每一个不良反应, 或者不良事件, 不管它的因果关系, 呃, 关系是什么样子, 也就是说, 报告上的信息, 我们要有什么, 编码什么, 对不对, 你不能丢一个, 也不能添加一个, 啊, 对什么, 呃, 器械相关事件, 产品质量问题, 又要错误, 病史社会史, 科技检查, 适应证, 都是可以用麦座来编码的, 那我们来看一个, 做一个小小的题哈, 扫描屏幕左上方的二维码, 我们看一下如何编码, 浮痛, 血清电脑没增加, 血清脂肪没升高, 这样的一个, 看了这个报告, 报告里有三个信息, 浮痛, 血清电脑没增加, 血清脂肪没升高, 好的, 我终于等到了, 有人选择一线炎了, 太棒了, 终于出现了, 选择人的数还在逐渐增多, 是跟我的说话有关系吗, 是因为我说了以后, 选择人就变多了, 是吗, 还在增加, 还在增加, 那刚才其实我说哈, 我们编码是什么, 要有什么就报什么, 对不对, 我们既不增加信息, 也不要遗漏信息, 那么这个一线炎, 你是从哪里看到的呢, 你说我分析出来的, 好了好了, 我们固定了, 往下看了啊, 看一下, 这是我们PTC文档中的一个例子, 很典型哈, 不要添加信息, 如果只报告了体征或者症状, 不要选择诊断性术语, 腹痛, 血清电脑没升高, 血清脂肪没升高, 那么你要编码就是这三条信息, 你不要去选择一个LT一线炎, 有人说他不就是一线炎吗, 对吧, 可能有的人有一些他的医学背景, 看到以后, 我觉得他就是一线炎, 其实你觉得不太好, 就是这个时候呢, 咱们不要用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感受了, 不要依靠自己的已有经验, 我们还是要依靠我们的编码规则, 那我们只是一个报告信息的搬运工, 我们不是一个医生, 不是你不了解这个患者背后的情况, 你不知道他们这个症状体跟的相互的关系, 你怎么去判断他是一个一线炎呢, 对不对, 你把它编码成了一线炎, 你不就是自己加了一个, 自己给他给了一个诊断吗, 你加了一个自己的判断, 但实际上我们的报告里面并没有体现出他是一个一线炎, 对不对, 如果是编码员的话, 你是看到什么, 编码什么, 而不要去添加一些没有的这样的信息, 下面我们看这个数语选择要点, 这是我们PTC文档里的数语选择要点, 我们大概一起看一下, 那么他有很多很多详细要点, 我们今天可能不能全部展开了, 只能是给大家, 因为是我们编码基础课程, 并不会把每一个点都展开, 我们在后面的编码进阶课程中会把这要点初步展开, 那我们大家先看一下, 去了解一下, 他都有哪些内容, 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念了, 那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麦序浏览器, 上一次课程没有详细介绍这个麦序浏览器,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一个桌面浏览器, 桌面浏览器从我们麦序网站下载下来以后,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它会自带一个最新版本的英文版, 那我们需要使用中文版的时候是需要导入的, 你要登录这个网站, 把我们的中文压缩数据包下载下来, 解压缩, 然后怎么导入呢, 点击文件, 导入Metro数语文件, 就有一个查询, 查询, 找到你的解压缩后的文件, 这个ask文件看到没有, 你选择上, 然后点击OK, 就行了, 如果你的路径选择对了, 这个大家看到这个版本和语言是自动填充的, 自动填充上了, 如果你选择完这个术语文件以后, 发现版本和语言那里是空的, 说明这个文件路径选错了, 要重新去选一下, 那么选好以后, 版本和语言自动填充好以后, 这个导入就亮了, 我们点击导入, 那这个25.0的中文版就会被安装进来了, 那么这个界面语言是可以选择的, 界面语言, 点开文件, 设置选项, 这个有个界面语言, 我选择是中文, 我还可以选择任意一种语言, 选择英文也可以改, 那这里我就不改了, 那么这个Metro浏览器是可以支持, 同时支持显示三种语言的, 第一语言我选的是中文, 那中文就在上面, 第二语言选的是英文, 英文就在下面, 第三语言我没有, 我不会, 还是英文, 如果你想我又会韩语, 那你可以把韩语导进来, 那么就是说也是需要去先到网站去下载那个数据包, 把这个韩语的数据解压缩导入进来, 然后你才能选择语言, 在这里选择语言啊, 这样, 然后上面这一行蓝色的是我们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按钮, 第一个是Metro概念描述, 点开以后会直接链接到生成一个网站, 是我们的概念描述啊, 刚才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说Metro里不提供这个数语的一个概念, 是指它具体的解释是没有的, 但我们这里的概念描述呢, 它是说这个概念, 这个数语在Metro中, 它是如何解读, 如何使用的, 它不是定义, 那会帮助你哦, 因为我们用户的全球都有嘛, 帮助我们用户呢, 能够准确的使用Metro, 进行编码分析和检索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很多啊, 上面有锁引这样, 哎, 可以点击任意一个名称, 就可以看到它这个, 比如说凝胶在Metro里, 是什么啊, 哎, 都有解释啊, 这个我们自己可以看一下, 第二个是图例, 刚才我们在这个浏览器里面, 看到了很多颜色, 对不对, 颜色太多了, 我记不住了, 点开图例, 它会告诉你, 蓝色PT带蓝色框, 是多轴PT在主SOC下面, 绿色PT绿色框, 多轴PT在次SOC下, 蓝色PT红色框, 单轴PT在主SOC下, 那么主SOC呢, 它是一个蓝色框, 红色LT加框是非线形术语, 不用背下来, 不用背, 这个忘了以后, 随时点开, 随时查看, 那么这个关于呢, 是我们这个查看浏览器的具体版本, 那术语历史, 点开以后, 你输入任意一个术语, 就能看到这个术语从添加进来, 一直到目前我们这个25.0版本, 它这些年中它的一些变化, 升级啦, 降级啦, 改名啊什么的, 都可以查找, 这个科学语言啊, 这是中文的, 你就要输入中文术语, 英文的, 你就输入英文术语, 然后给你搜索, 这个结果就会在这个页面中展示了, 然后打开新窗口, 打开新窗口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可以同时使用两个Metro浏览器啊, 进行一个对比, 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效率, 下面这个是Metro文档, 点击Metro文档以后, 会自动链接到我们的官网, 这个Support Documentation页面了, 这个有点慢, 看一下啊, 它会直接进入这个页面, Support Documentation, 这边又有个语言, Select Language, 我们选的中文, 好, 考量有文档, 那这呢, 这些这些文件啊, 还有各个版, 每个版本的都有, 我们可以随时下载, 那这些资料可以随时下载的, 都不需要登录啊, 免费的提供给我们用户使用的, 然后是用户指南, 用户指南指的是针对这个, 浏览器的一个使用的指南, 但是只有英文的, 后面这两个SMQ分析和层级结构分析, 是最后两节课程, 我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层级结构分析和SMQ分析, 如果使用, 大家感兴趣了, 可以会继续去报我们的后面的一个飞行课程, 然后原版本可以在这里随时调找, 随时选择, 这个浏览器, 因为我们是做编码嘛, 所以浏览器显示的是SOC, 这有个下拉框啊, 点开这个SMQ呢, 就会切换到SMQ界面, 我们要如果去做这个SMQ分析的时候, 使用的是这个界面啊, 今天我们就展示了这个SOC界面, 那后面这个显示的选项, 有写实代码, 你勾上了, 就会发现, 这个每个术语后面代码都显示出来了, 如果你觉得没有用, 防按自己就把它勾选掉, 还有这个显示非线型LT, 我只是做编码, 我不想看非线型, 那你就勾掉, 你非线型勾上去以后, 显示出来这个结果会非常多嘛, 会进行对你精神干扰, 那我们把它勾掉, 那左边就是往下边看啊, 左边这边就是一个它的层性结构了, 都在这边27SOC啊, 看一下都在这了, 可以用加号一个一个点开, 刚才给大家演示过了, 那中间区域就是我们搜索区域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搜索框, 搜索框的时候你可以搜索, 我就想看SOC啊, HLGT啊, 你想搜哪个层级呢, 你就勾选上, 一般的情况下, 我是把这五个层级都勾选上了啊, 然后搜索, 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浓种, 比如说这是关键词, 这个我们的漫出的浏览器的搜索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你可以任意搜, 扣好的噩格, 我也不按顺序, 它是都可以搜索出来的, 没有问题的, 轻复搜索, 点这个, 还有高级搜索啊, 高级搜索, 就是说它有包含啊, 开始啊, Exact Match是完全匹配啊, and with, 以什么什么结束, 然后这边还有and和和和和的区别, 那你可以提高你的一个解锁效率啊, 但我自己个人的习惯是呢, 我从来不用这个高级搜索, 我用的都是基本搜索啊, 因为基本搜索, 它的关键词汇很少, 它会搜索出很多很多的结果, 那尤其是我们刚刚接触编码, 刚刚就了解这个Metro的时候呢, 你还是尽量的去多看我们的这个检索结果, 看一看Metro里有哪些LT, 它会帮助你慢慢的对我们这个词典的越来越熟悉, 对吧, 尤其在最开始的时候, 还是这个啊, 然后这个检索结果农种, 看全部搜索结果472个, 它是可以导出的, 点击导出, 那这个检索结果就能导到Excel表里, 你保存到本地上,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啊, 非常方便, 而且导出呢, 你可以选择, 导出它主SOC, 4SOC都可以选, 有点慢啊, 我们再看右边, 右边是选择SOC搜索, 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就是说啊, 这个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所有包含浓浓浓的都在这了, 你要出哪个层级, 要不要出次SOC, 要不要出HLT, HLT都可以进行勾选啊, 然后最后给你导出, 那这个Excel表的文件就出, Excel文件就出来了, 那今天说刚才就右边这个, 右边这个27个SOC, 默认我的检索, 是在27个SOC中进行的, 那我也可以指定, 我就想看, 在某一个或某几个系统里的, 某一个系统啊, 比如说浓肿, 我就想看内分泌系统的, 我一搜索, 就只有6个了, 是不是很少, 一下就说了很多很多, 那我又不想要这个系统了换一个怎么办, 我还想在全部的SOC中锁点击清楚选择就可以了, 在检索结果, 如果我们点击这个检索的结果, 右边会呈现出它的一个详细信息, 它代码是什么, 数是什么, 是不是非线形的, 它的一个层级结构, 那么在这个LT本身上面点击右键, 点击右键就有一些功能菜单了, 数语详细的位置, 一般呢, 我们点击右键的时候做编码, 我会比较常用的是这个, 在浏览器中查看, 去看它的层级结构, 如果这是一个多轴的, 多轴的那个, 就有两个SOC, 那么它会全展示出来, 我想看主SOC路径呢, 就双击, 双击你所要选择那个就出来了, 在这呢, 看一下, 我看看上面, PT, 到SOC路径的上面, 通过这个回到浏览器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LT它的一个上下结构的位置, 看看它在哪个PT下面呢, 看看下面的PT有哪些呀, 看看这个PT出于哪个HLT下面呢, 它的层级结构是什么样子, 能够帮助我们其的一个编码, 更准确的编码啊, 那这个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用, 还有第二个, 这个研究收集啊, 研究收集呢, 是在我们后两节课程啊, 最后两节课程, 呃, 需要用到的, 到时候会详细的介绍啊, 然后打开术语历史,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术语呢, 它的一个, 哎, 整个变化的一个过程是什么, 这样这样, 是从哪个版本加进来的, 哦, 这个呢, 因为它是中文的哈, 中文它只是从12.1开始, 因为我们中文版是从12.1版本才开始加入的, 所以对于中文的这个术语呢, 它的起始版本号都是12.1, 如果你想看更久的历史呢, 应该怎么办, 要把第一语言换成英文的, 你就可以看到英文数的一个历史了, 然后还有复制术语, 就是做编码了, 哎, 我选择完了, 我要把它复制出怎么办, 点击复制术语就出去了, 点击复制术语, 然后到你的那个系统里面, 把它复制上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浏览器介绍,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桌面浏览, 桌面浏览器啊, 我们还有一个是网页版浏览器, 对吧, 登录网页版浏览器, 它是需要卖出ID和密码的, 网页版浏览器的主要功能呢, 和桌面浏览器是一模一样的, 都可以导出报告, 上传报告, 检索, 查询, 水完三分Q都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网页版浏览器呢, 有一个自己独特的一个功能, 就是什么, 可以查看, 补充术语, 什么叫补充术语呢, 补充术语就是说, 在下一个版本即将发生的哪些变化呢, 是在补充术语界面中显示的,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网页版浏览器, 我们在这个Metro官网主页右上角, 有一些快捷的一个方式, 看这个WBB就是网页版浏览器, 它需要使用Metro的密码和账号进行登录, 有点慢, 我出来了, 这个是英文的啊, 我们要换语言, 在左上角换成更文, 它的基本功能跟桌面浏览器一模一样, 我们还有一个浏览器叫做移动端浏览器, 就是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去随时查看啊, 有输入网址, 也是需要ID和密码登录的, 那方便我们随时随地啊, 在地铁上公交上都可以去查这个, RT查PT都可以的, 那这里就对这个移动端浏览器就不多做介绍了, 我们要看如何查看补充版本啊, 在这里看到这个发布杠补充了吗, 发布呢就指的是已经发布的版本, 比如说现在是25.0, 那这个就是25.0了, 那我们要看未来的25.1要新增哪些术语呢, 点击补充英文术语, 为什么是英文, 因为这个术语呢, 它还没有这个版本还没有发布, 所以呢它只有英文版, 那么这个只有发布以后呢, 它才会有次这个翻译版, 所以如果我们想查看这个补充术语界面的时候呢, 它就只有英文版了, 那么这个补充术语界面呢, 它的功能也都是一样的, 可以检索查询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到这个界面以后呢, 是个粉红色的这个, 这个上面是粉红色界面, 那提示我们是在补充术语界面里面, 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它不能通过这个浏览器去看, 我有哪些术语新增了, 但是你可以查去查词, 比如说跟这个COVID-19相关的这个词, 有哪些在下一个版本会新增哪些, 哪些术语呢, 这些是可以查出来的, 就是说你得有一个目标, 你得明确我想查什么啊, 通过检索是能看到一个, 下一个版本即将新增的术语的, 如果说我漫无目标, 我就想在这个补充术语界面去查看, 那可能就有点困难, 有点难, 有点难度, 点开这个加号啊, 词汇包含检索结果一个61条, 这个都是我们已经发布的版本, 这里边有一个看到这个吗, COVID-19有rebound的这个英文啊, 加了个绿色虚线框, 那么这个加了绿色虚线框的词呢, 就是在25.1版本即将添加了新词啊, 通过这样的一个区别都看出来, 好, 我们继续啊, 浏览器先介绍到这里面, 我们看一下啊, 如何去找到最合适的LT, 就如何编码, 首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评估报告信息, 你要去看这个报告, 它是属于具体属于什么医学状况, 诊断啊, 体征啊, 还是症状, 那是适应征啊, 还是检查结果, 是损伤, 操作, 还是用要错误, 那还是说产品使用问题啊, 产品质量问题, 社会环境, 器械问题和疗众变化症, 或者是说几种类型组合, 那么所以说评估报告信息, 也就是说我们想说的是,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像做阅读理解一样, 给你一个文章去读它, 读完了以后你要去分析, 你要去理解它, 它讲到到底是什么, 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你先判断好了以后, 然后再有带着这个你的已经预先的判断, 再到浏览器里面去进行检索, 那下面呢, 我们就会用13个例子来为大家展示, 具体应该如何做编码,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例子哈, 患者对某种抗生素发生莫名反应, 那么读到这个信息以后, 我们先去判断它的核心概念是什么, 是一个过敏反应, 那么什么样的过敏反应呢, 它是抗生素发生的过敏反应, 那我们在检索的时候, 首先要尽量先去使用我们报告中的原词进行检索, 它是一个过敏反应, 好, 查出来了, 对不对, 一个,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LT, 过敏反应, 好, 我刚接触卖种, 我查到了, 我很开心, 完美, 结束了吗, 没结束, 为什么, 还有一个信息啊, 它是什么, 对药物的过敏反应, 什么药物, 它是对抗生素, 对不对, 有两种方式进行一个进一步检索, 第一种, 你就直接把抗生素搜索到这个, 放到搜索框里, 抗生素, 恰好它有一个LT, 抗生素过敏反应, 这回就真正的完美了, 对吧, 选择这个, 那如果说我们刚刚接触Metro, 你还是想多看一看, 在Metro这个里面, 有多少个含有过敏反应的LT, 那建议大家点开下面的加号, 一个一个详细看一看, 你去对这个Metro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吧, 它有什么样的过敏反应呢, 急性过敏啊, 抗生素过敏啊, 累过敏等等等等等等, 食物过敏, 慢慢的积累, 就会对这个感觉越来越强烈, 就是这种感觉就慢慢的丰富起来了, 有可能一个报告上来以后, 你第一反应, 它就应该编码什么, 这个这个词Metro肯定有, 那这种感觉是怎么来的, 那就是在我们这个, 而日记月累一点点去看, 这个反复看这个LT的过程中慢慢积累出来的, 有的时候编码会有种感觉, 我自己会觉得是一种, 有的时候会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那么为什么, 因为有些经验, 有些体会, 你要自己去亲自操练, 亲自去做, 去多看, 那这种感觉是在你体内慢慢积累的, 那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出来的, 所以对于这个例子, 对某种抗生素发生过敏反应比较简单, 它就是LT抗生素过敏反应, 毫无疑问, 那第二个是一个英文的报告, 我们在工作中不可能是只用到这个, 只用到这个中文, 有可能会出现英文的情况, The patient states, she has been experiencing cold sweats, 中心思想, 冷出汗, 冷汗, 对不对, 我理解它了, 好, 我要去查词了, 首先我要把它换成, 英文的, 用, 那第一步是我要用它, 报告中的原词, 对不对, Cold sweat, 原词没有啊, 对不对, 是不是不能编码呢, 其实不是的, 那我刚才也是跟大家说, 我们在搜索的时候, 这个关键词尽量要缩小缩小缩小, 减少你的关键词的数量, 扩大你的搜索范围, 因此我们多打几个, 删掉几个词就好了, 搜索结果就出来了, Cold sweat, 冷汗, 对不对, 所以通过这个例子呢, 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啊, 不管中文也好, 还是英文也好, 你的关键词有的时候, 你去掉一些词的, 它这个搜索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也不用那么执着于, 我一定要用报告中的原词一模一样, 对不对, 那答案就是Cold sweat, 冷汗, 好, 我们来看第三个, 患者的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 基盖蛋白和CPKMB均有所升高, 我看到这个概念是什么, 是一个检查, 那它这个里面, 我们要去理解它, 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啊, 基盖蛋白和CPKMB两个值, 怎么了, 都升高了, 那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两个概念是什么, 我们可以, 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经验的话, 比如说啊, 我在心内科, 总组心内科, 哎呦看到了, 哦, 这不是心肌损伤的一个, 一个一个检查结果吗, 对不对, 好, 等一下, 调个中文, 这两个东西都是跟心肌损伤相相关, 是吧, 它是什么, 它是一种标志物是不是, 哎, 心肌坏死标志物, 我看到这个就编码这个行吗, 当然是不行的了, 对不对, 刚才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 就用了那个例子, 浮痛, 淀粉煤升高, 那个例子还记得吧, 有人选择了一线炎, 就是用了一个诊断性的一个数, 我们说这样是不行的, 报告什么, 编码什么, 它只报告了一个基盖蛋白升高, CKMB升高, 也就是说它只有这两种检查结果, 我们编码的时候就只编码这两种检查结果, 你不能根据自己的定验,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心肌坏死物标志物的升高了, 那我就选这个, 这个属于你自己总结和推断出来的, 我们不要总结, 不要去推断,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这个推断, 这个结论应该是由报告者来自己来提供, 对不对, 那我们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编码, 要编码心肌, 基盖蛋白, 我送一下基盖蛋白, 有所升高, 升高, 我们这个mario的词呢, 它比如说升高, 同一字什么, 增加, 对吧, 所以呢, 你在搜索的时候就不要把升高加进去, 这恰好有个升高, 那如果你如果怎么说呢, 如果恰好我们这个mario词呢是增加呢, 对吧, 所以这提示大家对于升高啊增加啊, 你要去多看我们这个mario词件, 它对这个increase它有不同的翻译, 那当我们比如说升高查不到的时候, 你要试试增加了, 我们能查到, 对不对, 要用同一词进行不断的替换, 来扩大自己的这个检索范围, 提高我们的检索的精确度, 那这个基盖蛋白升高, 那最后还有一个第二个是什么, cpkmb, cpmb升高, 那对于这个例子呢, 这个是展示我们, 就是说在我们pdc文档里面呢, 有跟实验室, 跟这个各类检查相关的, 那在这个3.1414.4这个章节里面呢, 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如果只报的是检查结果, 那么我们要编码为一个检查结果, 不要把几个检查结果合并为一个概括性术语啊, 除非你在报告中就使用的是概括性术语, 所以这个答案呢, 我们选择的是基盖蛋白升高和cpkmb升高, 我们看第四个例子啊, 第四个, 患者本应服用X药, 却意外给用了Y药之后发生了呼吸困难, 判断它属于什么, 它明显用错了药物, 对不对, 用药错误, 那之后发生了呼吸概念, 那呼吸困难, 那针对用药错误呢, 我们在pdc文档中也是有介绍的, 用药错误伴随有这个临床后果, 应该如何编码, 那么应该编码用药错误和临床后果, 那就是说, 对于我们这个例子来说, 它有呼吸困难, 是不是首先要把这个呼吸困难编码上, 这个比较简单, 你把呼吸困难放到里面去, 就会有一个lt呼吸困难了, 那第二个是这个用药错误要编码, 什么用药错误, 本应用X药却给了Y药, 它是一个用药错误, 那大家可以选一下, 我们这个要尝试了, 这个大家已经有多头的了, 其实这个我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于用药错误这类词呢, 我们可以选用一个从上而下的一个编码方式, 用药错误在各类损伤, 中毒及操作并发症里面, 有一个用药错误及其他产品给用, 使用问题, 使用错误和问题, 点开这个HLGT, 那下面会有一个HLT叫做各种产品的给用错误啊, 有一个PT产品给用错误, 对吧, 我们上网上看, 好像是很很贴切了, 对不对, 上网上看, 我上看看看看看看, 还有一个给用了, 给用的产品有误, 对吧, 有两个PT, 那么这两个PT呢, 从中文上看, 真的很接近是吧, 应该选择哪一个呢, 等一下, 所以这是给大家出的一个题, 产品给用错误和给用的产品有误, 我们可以想一下, 这两个LT这么相近, 叫PT啊, 应该选择哪一个呢, 我特别看到, 特别开心的看到, 这两个选择都有人选择, 这样我就有的可说了, 如果大家都选择对了, 我觉得我就没有无话可说了, 好, 就是说我们在, 其实在编码的过程中呢, 你看到了一个词挺接近的, 很高兴, 哎呀, 我就选这个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先冷静一下, 要问自己, 是不是有一个, 会有一个更合适的词呢, 来适合编码, 多问自己几个问题, 有没有更好的, 有没有更好的, 更合适的LT, 那我们在不断的自我否定的过程中, 就会, 你的编码技能会, 就会逐步的提高了, 比如这个, 产品给用错误, 给予了的产品有误, 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好像都可以呀, 没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 好, 所以我们一起讲一下了, 一起讲一下, 就不要再多用头了, 我们看一下, 还是要回归到我们词典本身, 一个叫给予的产品有误, 一个叫做产品的, 产品给用错误, 然后就是说有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当我们在这个中文辨习不明乱的时候呢, 要去看它的英文, 然后再看这个PT下面的LT, 点开, 它是一个产品给用错误, product administration error, 产品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错误, 那看它这个PT下面有其他的LT, 有哪些LT, 不要不到, 不要错误, 不要有误啊, 多种给药, 自我给药错误, 很宽泛, 而且呢, 它多数可能是就是说你会有这种感觉, 这个给药错误是真的, 这一个产品, 比如说我这个产品可能是应该口服的啦, 我变成了那个, 这个应该注射的, 变成应该口服的, 或者是说应该, 它的给药方式会出现问题, 或者给送多, 我本来给你吃这个药, 吃完了, 我忘了, 我又吃了一遍, 对吧, 这种给药错误, 是可能是说, 我这个产品没有给你错, 只说给你的方式有点问题了, 而且通过它这个其他的LT, 你会发现, 这个这些LT的描述都比较宽泛, 没有给出具体的一个错误方式是什么, 我们再看这个, 给予了, 给予的产品有物, 它在描述什么, 给用了错误的药物, 错误的药物, 一定就是说, 我本来应该给你这个药, 却给了你另外一个药, 那叫做给用了错误的药物, 给产品有物, 对吧, 那相对于来说, 这个LT跟我们刚才那个产品给用错误来说, 它会更加的具体, 更加的提醒报告信息, 它是一个给用了错误的药物, 所以针对这个报告, 那我们选择的是给予的产品有物, 然后同时这个呼吸困难要编码上, 那希望我刚才的这个讲解大家能够明白我刚才想表达的意思, 如果呢, 没有, 你没有理解, 可以随时跟我们提, 呃, 在留言区提问啊, 稍后那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更详细的讲解, 那么, 下面这个例子啊, 患者人口学信息, 一个出生两个婴儿被发现有轻度发热, 关键词是什么, 发热, 什么样的发热, 轻度的发热, 谁发热了, 婴儿了, 最开始我们在那个买者的范围那样图片, 还记得吗, 人口学信息是不包含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的人口学信息能够表达传递出比较重要的临床信息的时候, 那这样的人口学信息, 它是需要被是需要被涵盖的, 我们回来浪远器里, 它是一个发热, 那我们在那个买者范围介绍的时候, 这个程度程度描述词是不是没有, 对你是没有的, 所以轻度发热肯定是没有的, 但是婴儿, 没有,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检索缩小它的关键词, 有一个新生儿发热, 对吧, 把这个相对来说, 新生, 那出生两天的婴儿, 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婴儿换成新生儿啊, 新生儿, 你说要知道这个新生儿的概念是什么, 一个从出生零天到二十八天的婴儿, 叫做新生儿, 它是一个特定界限的, 所以这个婴儿刚出生两天, 它是属于什么, 属于新生儿, 所以当我们用婴儿这个词去检索没有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 哦, 它是一个出生两天的婴儿, 那么它是一个新生儿, 所以说, 那这样的一个子LT, 新生儿发热, 相对来说呢, 就会更加的提及我们报告信息了, 那在我们的数据选择要点里面, 也有专门对年龄和事件的讲解啊, 在这个里面, 3.6章节里, 如果能够同时包含年龄和事件, 那我们优先去选择这个, 能包含年龄和事件这样一个复合词啊, 所以对于这个答案呢, 我们选择新生儿发热, 那下面一个第六个看, 一位35座的女性患者, 服用XL以预防多发性硬化症, 这是一个适应症, 他吃这个药干什么呢, 预防多发性硬化, 对于适应症如何编码呢, 我们在数据选择要点里面, 也有一个专门的介绍, 张锦啊, 叫产品时的适应症, 怎么说的呢, 当适应症报告为预防和防治的时候, 应尽可能选择具体的Metro数据, 那注意在Metro里面, 防治和预防是同一次, 比如说预防心理失常, 那么就要选择心理失常预防治疗, 防治偏头痛, 选择这个偏头痛预防治疗, 所以这个我们查一下, 这都给大家展示出来了, 它是一个多发性硬化, 多发性硬化, 有没有预防呢, 多发性硬化复发的预防治疗, 所以说这个, 这个, 这条题我们选择的是多发性硬化复发的预防治疗, 好, 下面一个例子, 患者的骨骨镜, 左侧骨骨镜发生了病理性骨折,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骨折, 什么类型的骨折, 病理性的骨折, 在哪发生了, 骨骨镜这个位置发生了, 那这是一个身体部位和事件的一个报告, 我们来看这个数据选择PDC文档里面, 那怎么说的哈, 如果能包含身体部位和事件, 那我们肯定是优先选择这个事件和部位, 对不对, 答案又露出来了哈, 我们看一下, 它是一个骨折, 哎呀, 骨折很多, 对吗, 这样我要看这么多歌, 我可能没有时间, 所以要加上病理性, 一下范围缩小了, 只有14个, 我们看到病理性骨折, LT, PT是病理性骨折, 也就是说病理性骨折, 它是一个独立的医学概念, 那如果我们的报告信息中, 出现了病理性骨折, 那这个病理性骨折, 它是一个医学事件, 你就不能用骨折来进行代替了, 对不对, 所以有病理性骨折, 优先选择病理性骨折, 那还有个位置呢, 它是哪儿啊, 骨骨镜, 骨骨, 骨骨, 那镜呢, 可以不先加我们缩小关键词, 哎, 骨骨病理性骨折, 骨骨镜病理性骨折, 有这个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这要题我们选择骨骨镜, 病理性骨折, 它的主SOC是, 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是各种肌肉, 骨骨骨, 骨骨组织病, 我们看下一个啊, 患者在手术之后的几天持续便秘, 那这个来说就比较简单了, 它是什么, 是便秘吧, 二十一个解锁结果, 哎呀, 好多, 对不对, 怎么能节省时间呢, 它是什么手术之后出现的吧, 把这关键词加上, 手术操作后便秘, 手术后便秘, 那这两个词的PT应该是一样的, 选择哪一个呢, 我们要选择一个最贴近报告信息的这样的一个数, 那这个后哈, 什么什么后再对英文是POST, 如果我们要是检索英文的这个报告的时候, 如果遇到什么什么后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POST作为关键词啊, 所以这个呢, 也比较简单, 就手术后的便秘, 看这个死亡于转归的这个案例, 一位66岁老年男性由于主动漫流发生破裂, 而死亡出现了死亡了, 那么在PEC中关于死亡有什么要描述呢, 看这个第二节这个死亡和其他患者转归, 怎么说的, 死亡是一种转归, 通常不作为AR和AE, 如果死亡中也报告了AR或者AE的话, 那么就编码AR和AE, 同时在适当的数据区域记录这个死亡, 它是一种转归, 那不能就不用去编码啊, 看这个例子, 由于心肌梗死导致死亡, 那么只编码心肌梗死, 那么这个患者如果多种原因导致的, 像便秘啊, 长穿孔啊, 抚摸炎的浓度症啊, 患者死亡了, 那么也是编码前面这四种症状, 但是死亡了作为转归单独去记录的,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例子来说, 它是一个主动脉发生破裂, 对吧, 把这个词主动脉破裂, 有一个主动脉, 主动脉瘤发生破裂, 在这儿呢, 主动脉瘤发生破裂, 看看它的浏览器的位置, 它是一个血管与淋巴管类疾病, 那就选择这个, 主动脉瘤发生破裂, 死亡就不再赌取记录了, 下面这个例子叫产品质量, 是产品质量相关的啊, 产品质量问题的, 该产品经过确认起伪造, 那么对于产品质量问题, 这样的报告呢, 建议大家是使用的是从上而下的一个编码方式, 那之前我们做的几个例子都是从下而上, 就是我在这个检索区输入关键词去检索, 对吧, 然后呢, 倒过来去看看它的变成结构, 那对于产品质量问题呢, 我们可以使用从上而下, 也就是从SOC开始, 有一个SOC的产品问题, 点开以后呢, 有一个产品质量供应经销生产的质量系统问题, 点开这个HLGT, 下面有一个产品的, 看一下, 就一个HLT假冒伪造和补合格产品, 有一个PT叫产品伪造, 那么对于这样的产品问题呢, 我们从选择从上而下这样编码方式去查找的, 可能会更快一些啊, 是LT产品伪造, 那么我们在PEC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描述, 关于产品质量问题, 我们这个讲解很多, 自己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推荐的搜索方式是沿着层级结构, 向下浏览, 那么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啊, 所以这道题我们选择什么, 产品伪造, 第二个是, 患者, 下面这个例子啊, 患者离不开轮椅, 那很简单, 那就是轮椅呗, 关键词是什么, 就是离轮椅, 有两个结果, 轮椅使用者啊, 其实就一个啊, 来要提一个, 轮椅使用者, 他为什么用这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啊, 他的一个层体结构, 他属于社会环境类SOC, 轮椅使用者啊, 这个社会环境类SOC, 是一个特别神奇的SOC, 里面有很多术语, 是你想象不到的啊, 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啊, 他包含的方面非常广泛, 比如说, 我们有法律问题啊, 家庭问题, 家庭和伴侣问题, 谢谢, 我们有时间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说这个啊, 有的时候这个词你出现了, 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是不是不能用Metro编码呢, 你可能就先不用啊, 去自我否定, 可以把它放进去去看一下, 也许在Metro里就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词, 这个社会环境类SOC, 他包含的方面是非常广泛的啊, 所以他用什么, 轮移使用者, 那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子, 叫做用药错误和产品, 药剂师在配置药物的时候发生了错误, 他是一个很明显, 先判断他是什么, 是用药错误对不对, 那这个错误发生在什么时间段, 是配置药物的过程中发生的错误, 又是用药错误, 用药错误回到哪个SOC去看呢, 各类损伤及重度并化症, 用药错误及产品水问题, 从上而下, 这有一个HLT, 叫各种产品制备错误和问题, 有一个产品制备错误, 那我们这个报告是什么, 他是错误了, 所以从这个P下面选择, 有一个产品配置的一个错误, 那为什么没有选择问题呢, 因为问题他没有, 问题就比较多了, 而我们的报告呢, 比较清晰的说他是一个错误, 所以我们相对来说, 要选择一个更贴切的一个报告, 所以选择产品制备错误, 而没有选择产品制备问题, 产品配置的一个错误啊, 最后一个病例, 我们看一下, 最后这个病例很长, 那是想通过这个病例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除了不良反应以外, MEDRO还可以编码很多信息, 比如这个, 一位75岁男性患者, 认为治疗内风湿性关节炎, 长期服用X效, 接而发生有症状的主动, 外伴狭窄, 该患者有结肠癌病史和歇厌史, 那么前面这个, 内风湿性关键炎史, 他的一个湿应症, 他发生了一个, 吃了药以后, 发生了一个不良反应, 主动外伴狭窄, 那么患者有什么病史呢, 结肠癌和歇厌史, 他接受了一个手术, 是主动外伴致患术, 那么术后出现了一个并发症, 是伤口发生感染, 这些信息呢, 是都可以用MEDRO进行编码的, 那好了, 我们要带领大家一起过的例子的这些, 那下面呢, 是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编码练习, 那我们现在打开桌面浏览器, 还有我们的或者是网约浏览器啊, 用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编码的一些检索方法, 我们来一起做几个练习, 在我们每一个练习的左上角, 投票的时候都有一个二维码, 我们访调二维码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投票环节了, 第一个, 它被诊断为新冠病毒感染所制的肺炎, 大家可以看, 输入一下你想象的LT, 只要把那个LT名称打入键就好了, 好的啊, 有肺炎, 我们再等一等, 看看是不是有更多的啊, 好, 终于看完我对的了啊, 正确答案也出来了, 好的,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它是一个啊, COVID-19所导致的肺炎, 对吧, 我们要哎, 它是核心词, 它是个肺炎, 对不对啊, 那刚才在这个刚才有人给我输入打入肺炎了, 说不定你没有没有那个啊, 取量器查, 我们这个肺炎是没有一模一样的这个LT的, 就是没有精确匹配的, 那么这个COVID-19是什么, 它是有病毒, 有的人想哎, 病毒, 病毒性肺炎好不好, 真有, 哎, 完美了, 好吗, 嗯, 这就太宽泛了, 我们要尝试问一下自己, 是不是有一个更加精确的一个肺炎呢, 病毒类型有没有, 嗯, 恰好有一个LT叫COVID-19肺炎, COVID-19 pneumonia, 看一下它流氧器的位置, 它主SOC是感染器线的疾病, 那么此SOC是呼吸系统, 当我们这个报告, 我们的这个报告信息中, 它还有两个信息是不是, 一个是它这个病毒类型, 一个是它的一个肺炎, 那如果麦桌里面有一个复合词, 恰好能涵盖住这两个信息的时候, 那我们优先是要选择这个复合词的, 啊, 想看下一个, 哎, 这怎么, 啊, 正确答案是COVID-19, 那我们来做第二个, 患者顾时其丈夫的血压治疗药物, 啊, 给大家一点时间来查一下, 首先你要去判断, 啊, 判断这是一个, 他的核心概念是, 他的中心思想想说的是什么, 不小心, 失误了, 才吃了别他丈夫的这个血压治疗药物, 先说给予的产品错误, 这患者可能不应该吃药吧, 患者不应该吃药吧, 所以给予的产品有误就不对了吧, 给予的产品有误是什么, 你本应吃X药, 你却吃了Y药, 你是给予了错误的产品, 那本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报告信息呢, 是误实了别人的药物, 所以跟给予的产品错误就没有相关了, 对不对, 产品给用错误,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患者本身他是, 他可能没想吃药, 这个时刻我没想吃, 不小心吃他丈夫的加压药, 对吧, 所以跟产品给用错误呢, 也差了有点远啊, 各种中毒和损伤, 他只是误实了, 也没有出现中, 也没有说去出现中毒或者损伤, 对吧, 这个误实药物啊, 患者一定要吃药吗? 误实药物快贴近了, 有没有人在想再去检索一下, 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吧, 首先他是一个误实药物, 对吧, 我们看到这个词以后, 要先进行一个检索, 去找到他的关键信息去检索, 也许我们经验不足的时候, 不可能一次就找对的, 对不对, 你要换很多个关键词, 解锁很多次才能找到一个更加符合的LT, 那么首先的信息是什么? 他一个重要信息是什么了? 第一个重要信息是物, 一定是失误啊, 失误了, 干什么呢? 吃药了, 搜一下,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贴近的, 有一个儿童物食药物, 儿童挺贴近, 但是儿童不贴近, 就不要, 物食药物很贴近, 再往后看, 好像没有更合适了, 对不对, 有一个这个, 有义勿用药物, 就很相近了, 是不是很相近, 他有个有义勿用, 那是不是就有一个无义勿用呢? 这时候我们要看这个意思了, intentional drug, misuse, 看到他这个词本身, misuse是指什么? 这个misuse, 我们当对这个概念并不理解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回到我们英文词典, 英文版本去看他, 他这个misuse, misuse呢, 在概念描述里呢, 是有一个, 叫物用, 对吧? 物用是什么? 患者或消费者出于治疗性目的, 而使用故意使用某种产品, 定位一起处放, 那么根据这段描述, 我们可以看一下, 凡是带用物用的词, 那么其实就不符合我们的, 报告信息了, 因为我们的报告是患者物食, 这个物食呢, 指的是我不小心, 我不是故意的, 那个吃了才能要的, 那跟我们media里面的这个物用的意思, 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在media里这个物用, 一定是有意物用,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不要选了, 那我一定是个无意的是吧, 我无意的跟药相关的一个行为, 有没有呢? 没有,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再换过件次啊, 它是吃, 这个药是不是还是吃进去了? 吃药了呗, 看到这个没有? 意外食入药物, LT意外食用药物, 看到的层级结构, 它一定是个意外, 因为它是不小心吃到这个药的, 所以它是个一种意外的情况, 那这药物怎么吃呢? 是它吃进去了, 吃进去的药物, PT是暴露于产品啊, SOC是各类损伤, 中毒及操作后并发症, 那么这个例子是告诉大家, 想分享给大家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检索的时候呢, 一定要多换一些关键词, 然后呢, 有的时候这个, 就是中英文翻译呢, 不可能说那么的完美, 就比如这个乌用吧, 我们有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它这个概念, 对你对这个Metro概念并不是很确定的时候, 要去看它的概念描述, 那它概念描述里面可能就会给你一个, 你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认知, 比如这个乌用, 我们理解时可能是不小心用了, 其实呢, 在Metro里面这个雇用值的就是, 一定是患者主动的, 有意的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还是出于一个, 那我们看一下, 出于这个治疗性目的, 它是故意使用这个木组产品, 那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个信息, 这个怎么够是, 我们再看下面的, 患者住院期间发生低血大症, 那这个来说, 可能相对会比较简单一点啊, 患者住院期间发生低血大症, 好, 低血大症, 正确答案已经出来了哈, 这个血大降低呢, 就不太合适了, 因为我们, 报告里给的是一个诊断, 对不对, 低血大症, 那这个血大降低呢, 属于一个检查结果啊, 如果他报告了一个诊断名称, 我们就编码诊断名称, 报告了检查结果呢, 就编码诊断结果, 所以呢, 低血大症这个信息呢, 肯定是要涵盖的, 那么前面还有个信息, 住院期间, 如果我们只去看到低血大症, 解锁到以后就结束了, 完美了, 我又编码完了, 那这个时候你会丢失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我们要去看一看, 是不是还有一个更贴近有报告新的词, 你可以把医院发进去, 就会发现这里面有个LT, 就是把医院获得性低血大症, 对不对, 低血大症, 解锁就有13个LT, 那也不多, 那我们可以多看一下, 还有低血大症的LT都有哪些, 一个一个看, 看到最后的后, 你会发现, 医院获得性低血大症, 所以这个信息是大家不要错过的, 不要丢失这样的一个信息, 我们看第四个题, 护士注意到注射剂溶液有一场气味, 那这个应该选择什么, 产品气味异常, 产品气味异常, 这个大家选择都非常好, 产品气味异常, 那他的读完这个报告以后, 我们体验出的形式是什么, 气味异常了, 那是注射剂溶液, 它发生了异常, 所以检索的时候呢, 气味异常, 先用报告的原始, 原始信息去搜, 恰好第一个就是产品气味异常了, 对吧, 那为什么我们是一个注射器, 而最后选的这个产品呢, 这个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它是一个注射器, 最后我们选的产品气味异常呢, 因为注射器它是什么, 它是一种药品, 那药品是一种产品,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报告信息, 它是一个很范围很窄的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东西, 你在编码的时候把它放大, 放大它的一个概念, 比如编码到产品,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注射器属于B种产品, 但是你反过来, 如果说你的, 你的报告信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 可是你编码的时候选择了一个很小的概念, 那就是不行了, 对不对, 那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关于制造体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来到产品气味异常, 这个是想跟大家分享的, 注意一下这个注射剂呢, 它可以归属于产品, 但是反过来就不行, 它如果报的是产品气味异常, 你就不能编码药品或者注射剂异常, 这个反过来就不适用了, 我们看最后一个, 老年女性主宿其臀部接种季节性疫苗的部位, 有触痛, 它的这个比较长, 读完以后的提炼的信息呢, 其实呢, 主要什么, 触痛, 接种了一个, 流感疫苗, 然后我看到了注射部位触痛, 疫苗部位触痛, 还有吗? 好, 有两个结果, 现在我们看到, 一个是注射部位痛, 一个是疫苗接种部位痛, 那我们来看, 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它是一个触痛, 对吧, 触痛, 这是一个核心关键词, 但是我们说这个部位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部位, 叫什么什么部位, 这个部位非常特殊, 我们看还有部位的词呢, 是有插管部位, 低用部位, 还有输液部位, 疫苗接种部位, 那刚才有人选的是注射部位, injection side, 触痛, 那么这个, 我不能说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 疫苗接种部位是不是比这个, 疫苗接种部位是不是比这个注射部位更加的一个具体, 虽然说你打疫苗也是注射, 打进去也是个injection, 但是我们有一个LT, vaccination side, 疫苗接种部位触痛, 相比来说这个LT的比这个注射部位更加的贴心, 所以说在编码的时候, 我们有句话说,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没有完全的一个就是错呀, 或对呀, 我不能说你这是错, 只能说可能针对这个报告信息来说, 这可能不太恰当, 不太合适, 那我们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概念来替换它, 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 那你要仔细去看, 去查的时候会发现, 有一个疫苗接种部位触痛, 会比这个注射部位触痛更加的合适, 好, 这个题我们选择是疫苗接种部位触痛, 那这个下面这篇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国家药品管理局的这个评审中心的有一个这个网站上, 有发布了一个药品上市许可人买者编码指南, 这个已经正式发布了, 我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那他也是在我们这个Mindro PC文档介绍上的一些撰写。 好, 我们今天的主要课程就讲到这里,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了Mindro的范围, 结构和特征, 介绍了一些基本的编码规则, 那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个编码规则, 如果我们大家想继续了解进一步的这个PTC文档上的其他的要点的话, 我们要去注册报名我们的下一节课程, Mindro编码进阶, 那么今天也是给大家介绍的浏览器呢, 如何使用, 演示一下我们怎么编码。 那现在这个展示的是说, 我们联系MISO的一个方式, 网站是Mindro.org比较好奇, 那这个邮箱大家也要记住了, MISO help at Metro.org, 这是一个万能邮箱, 不管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这个邮箱发邮件啊, 那我一会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下面就说如果我们还没有在我们就是我们有这个微信用户微信群, 如果你还没在群里, 又想加入我们的群呢, 可以放邮件给MISO help at Metro.org, 提供你的姓名, MindroID和公司名称, 我们把你拉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啊, 微信群里面我们我们也会及时分享我们的这些课程盘军信息, 那也呃用户呢, 也可以在群里面进行一个问题讨论啊, 欢迎大家加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 那下面这个哈, 呃希望大家花一点点的时间, 呃帮助我贴一些一个课程反馈, 扫描所面的二维码来呃贴一些我们的课程反馈, 今天的课程是Mindro编码基础, 那我是呃逊的朱脸高, 这个我的名字哈, 那上一次课程结束以后呢, 大家给了我很多呃机器的反馈, 我也非常感谢大家, 呃我所有的评论我都认真看过了, 那么也会根据大家的这个反馈呢, 我们进行一个我进行一个适量的调整, 那么满足我们呃用户的一些嗯, 更多的需求啊, 把我们的课程变得越来越好, 那我们现在大家在天反馈的过程中, 我们看一下用什么问题啊, 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这个问题啊, 请教一下中医的病名正型, Mindro编码的选择有的好建议吗, 比如说肾虚啊, 阅格格逆, 阴虚汉照应该如何编码呢, 是这样的啊, 我们Mindro它其实是一个, 嗯, 是一个国际的医学术, 呃, 所以说它呃中医呢, 是我们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色医学, 呃, 呃, 就是很遗憾的是呢, 我们中医的一些, 呃, 比如说八纲辨证啊, 呃, 阴阳, 这个阴阳, 阴阳五行呢, 它是没有办法包含在Mindro里面的, 因为我们呃, 所有添加在Mindro里的术呢, 它不是说仅仅适用于一个国家, 它是要适用于全世界不同的国家, 所以呢, 是没有办法去包含我们的这个, 呃, 呃, 但是有什么呢, 嗯, 我们中医它也是有具体症状的, 比如说, 呃, 格逆, 对不对, 格逆是可以编码的, 对吧, 它有症状, 如果呢, 你的这个信息中医这个, 它包含的是一个中医的辨证分型, 八纲辨证分型, 阴阳表里虚实, 那我们可以去quare去问一下, 尽量去问一问, 它的具体症状是什么, 给出一个症状来说呢, 我们就相对说好比较容易的去去添血啊, 去去查找了这个相对应的LT, 而且中医它比较难就是什么, 有可能一个症状, 它有很多很多症状,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还是要跟报告者去澄清, 那具体症状是什么啊, 你再看下一个问题啊, 下一个第三, 进行不良反应评价的时候, 需要用Metro进行数据规征吗, 那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啊, 就是, 如果我们要进行数据分析, 那肯定是要需要用Metro编码完, 用Metro编码完的这个结果, 它比较规范化, 标准化的, 那我们用这个, 如果你想用Metro的工具进行分析的话, 一定是编码完的这个结果, 对不对, 你拿原始的信息呢, 去用Metro的工具进行分析, 那就分析不了了啊, 然后解压缩包需要密码, 对, 我们解压缩是有个解压缩密码的, 就是这个文件下载下来的, 需要一个输入一个密码, 这个密码不是我们的登录密码, 那这个Metro的IT和登录密码, 那我们这个公司员工所有人都可以获取, 但是解压缩密码只能是主要联系人来获取, 那我们看一下啊, 在这个网站上啊, 自助有个自助服务工具, 点击右上角这个自助服务工具, 如果我们只是普通的员工, 没有办法去获得解压缩密码的, 我们要去查询, 查询联系人详情, 你输入你的电子邮箱, 然后呢,按照提示来按照提示, 你会得到一个你们公司的联系人, 主要联系人的信息, 那你去跟主要联系人去沟通, 去发邮件的打电话也好, 你需要这个解压缩密码啊, 是这样的, 还有我先挑一个标准, 下期中文课啊, 是在两周之后吧, 下一次是8月9号, 迈着编码进阶, 我们怎么去查看这个培训课程呢, 在这个主页中, training下面有一个schedule,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语言, 选择中文, 然后呢, 就有课程的名称, 这个是编码基础, 然后编码进阶, 我们最近的一次是在8月9号啊, 然后我们8月24号和8月9月7号呢, 还会有数据分析和SMQ, 大家可以现在都可以开始注册了啊, 预防型治疗对应的属于哪个选择要点呢, 我们看一下, 3.26, 预防和治疗啊, 稍等一下啊, 在后面, 3.26产品时的适应征在下面啊, 有一个啊, 3.26.4预防治疗, 那这一章节呢, 是关于这个啊, 详细的介绍,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啊, 意外暴露于药物和意外食物药物是前者包含后者的关系吗? 我们看一下啊, 浏览器啊, 嗯, 嗯, 这个PT意外暴露于产品啊, 意外有一个意外暴露于药物, 刚才是针对我们刚才那个题, 对吧, 意外食入产品, 那么这个啊, 在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介绍, 同一个PT下面呢, 它的LT都是同一词, 都是同一词啊, 那么这个啊, 刚才为什么选择意外食入产品呢? 是因为这个意外食入产品啊, 跟我们的报告信息更贴切, 那么它食入了也是属于暴露的一个一种类型啊, 它跟它也是一个同一词替换的一个一个一个关系, 就是说你这个意外食入也属于意外暴露的一种啊, 发布内容是Metro25.0版本Chinese会影响英文界面的使用吗? 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说, 就是我们发布的一些内容会不会对我们这个界面造成影响, 那不会有一些影响的, 我们这个功能都是固定的, 那每个新版本发布以后呢, 你把它导入新发布的术语集导入进来就可以了, 那我演示这个PD, PDF是这样的啊, 我们回到网站上有个training materials, 在training materials下面呢, 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PDF文档就可以在这下载了, 但是这个是在网站上下载的PDF文档, 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PDF啊, 里面没有, 我自己添加内容是没有的啊, 如果我们是想看那个我们的support documentation或下载一些相关的文件的话, 在这个how to use下面有一个support documentation, 那在这个下面我们选择中文, 里面有考虑要点文档, 这有michro数据选择考虑要点文档, PDF版本, word的版本都有, 还有数据检索和展示个要点, 那么下面还有一些啊, 入门指南啊, 这些内容都可以在这个support documentation下面去下载, 有一些词含有非特纸应该如何选择啊, 非特纸是这样的啊, 在我们的入门指南里面的有一章节专门讲了这个非特纸,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啊, 我领大家稍微有点超时, 不好意思啊, 还有几个问题啊, 我想一起说一下就, 就不通过发邮件的方式跟大家说了, 先看一下这个入门指南里的非特纸啊, 术语中带有非特纸呢, 它是一个英文就是那个not otherwise specified的, 全称就是NOS啊, 那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下, 它在第4.11章节啊, 稍等一下, 我找一下啊, 哎, 它就有段描述, 那挺长的啊, 我们如果不清楚的话, 可以自己回去阅读一下, 我就不带大家去读去了, 那啊, 我说一下我的, 就是我的理解啊, 它是一个, 嗯, 没有, 就因为, 毕竟它带了非特纸了, 所以说它是没有表示一个具体的信息概念的, 对不对, 如果我们的报告信息呢, 是很明确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尽量就不选择这个非特纸的这一个这个词了, 好吧, 如果说你本身的报告信息就很模糊, 那, 我没有办法去确定的更加具体的信息的时候, 那如果有NOS的, 我们可能可以带一个NOS啊, 你看这个后面有句话, 自Metro对待E版本之后呢, 本数就不再接受其他含有未特纸的数据了, 此外, 之前在PT层级, 所有的未特纸呢, 都已经遇到LT层级了, 希望这个能解答您的问题啊, 桌面浏览器更新的版本包在哪里下载啊, 桌面浏览器这个, 这个一定要登录这个, 如果要下载数据文件了, 我们要点击Download的, 然后用我的这个账户, 用户名, 点击这个, 我们登录一下, 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输入这个登录密码, 然后这有一个人机验证, 大家看一下, 一定要是有这个人机验证, 如果你的那个网页上没有出现这个人机验证的话, 呃, 你是登录不了的, 一定要勾选这个才能登录, 如果你没有的话, 呃, 哎, 我这个就直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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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通过了啊, 正常来说, 一般来说他会弹出一个图片, 让你选择, 比如说请把烟囱都选出来, 哎, 举个图片, 你把烟囱都选出来, 你就可以登录了, 哎, 我的密码不对了, 那如果我们看不到人机验证这一个模块的话呢, 可以换一个浏览器, 多换几个浏览器, 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再换个电脑啊, 这个这个找同事记用一下, 那我们登录完以后呢, 你看到这个download这块, 有一个metroversion release已经发布的版本在哪里呢, 点击这个倒三角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版本了, 点击前面这个这个小方块, 这个压缩文件就下来了, 然后一个具体的这个, 如果你还不会的话, 我们一个是有这个instructional video, 那这个里面会有一些教学视频, 我们可以如何下载桌面浏览器, 还有如何下载Metro的这个发布文件啊, 可以有中文版本, 我们都可以看一下, 嗯, 还有一个问题啊, 我说这个webEx会议文件, 每次都需要很长时间, 手机用市场下载石油提示, 没有所在国家或地区服务, 中国地区手机用户是都不能下载, 还是手机品牌的问题呢, 那这个问题我确实不是很了解, 我回去再问一下, 再确认一下, 然后给您一个回复版了吧,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还有就是说, 如果您提问了具体编码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不能提供具体的这个编码建议啊, 但是呢, 怎么说呢, 如果报告上来的是什么, 你就编码什么啊, 报告上来的是检查结果, 你就编码检查结果, 报告上来的是一个诊断性的术语, 那么你就编码诊断性术语, 这是我们一个PEC的原则。 好了, 那个目前问题应该已经没有了, 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会议啊, 本次有网络演统会呢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 再见。 же 。